纹眉、绣眉、雾眉,差别在哪里? 纹绣细节全公开! 纹眉其实就是绣眉的前身,是我们婆婆妈妈那个年代早期的技术 一样都是类似刺青的手法 纹眉是将针垂直刺入皮肤,独针地将色素纹上 将染料刺在眉毛上做出一个眉形 因为每次刺入皮肤的深度比较深,纹眉的过程是非常疼痛的 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纹眉是永久性的 由于早期使用的色料与现在不同 重金属含量超标,时间长会变成黑青色 颜色会从边缘扩散,变成蓝绿色 若想要去除,必须要靠洗眉的方式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技术已经被市场所淘汰 而绣眉所使用的材料就进步了不少 能用机器或是手工制造出眉毛的效果 由于绣眉刺入的深度比纹眉浅层,眉形比较细致 并且可以依照每个人不同的肤色、发色去调出不同的色入 而出来的效果呢制造出眉毛感 但是是以直线为主,线条稍显呆板生硬 并且也是使用工业用色料,内含有重金属 时间久了颜色会变蓝变红,而且也是退不掉的 若想要洗眉会留下浅浅的影子 近年来大家较追求看起来自然的眉毛 因此上述两项技术已经逐渐被淘汰 再来是雾眉 雾眉是将整条眉形打雾,以特殊工具上色 像雾一样有一种朦胧的感觉 让眉毛看起来就像上过眉粉一样 雾眉所使用的是经过检查合格的色入 重金属不超标,甚至是没有重金属 所以色素会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慢慢的带出体外 往后也不会留有底色 而飘眉的用料和雾眉一样 但差别就在于飘眉是以飘的手法 一条一条的飘出毛流感 适合本身眉毛比较淡,比较不明显的人 由于是以手工技术飘出的眉毛 因此能做出粗细长短不易的线条 能根据人的人生眉毛自然生长方向落真 仿真度非常高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要求功底的技术 如果技师的技术不成熟,失败率很高 以上是从以前到现在各种技术文社的介绍 这样能解开你心中的各种疑惑了吗? 想要了解更多的,欢迎订阅 追踪我们法国卡曼 或是来电洽询 我们都有提供免费咨询世话服务哟